就要来问一下朱老师 朱老师也是给劝 朱老师不担心 美国的FED会议报告吗 因为会议报告 有一点跌破眼镜 第一个他说 延后降息 我觉得延后降息 倒没有让我觉得很意外 但他说甚至不排除升息 今年还有升息的可能性吗 不是升息这件事已经 在去年就结束了吗 是 好 我们先看到这两个议题 这个降息延后 那目前看起来确实是有可能的 暂时延后我们可以理解 但甚至再升息 我就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的会议报告会这么写 那其实再升息 基本上其实不是联准会 真的会议报告 而是前财长Sommers 他个人的想法 Sommers自己的想法 对 在联准会的报告 基本上并没有说会再升息 因为我们再整个来看 我们先就这个降息时间延后来看 因为你当下 你说美国有什么立即性的危险 要让他开始降息 其实没有 股市继续在涨 经济数据看起来也都还OK 那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动的情况其实是最好的 我现在不急着去做什么动作 尤其是降息 虽然一方面对企业来说是好事 可是另外一方面 它是一个指标讯号 你要降息 一定会让人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经济不好 是不是经济有问题 对嘛 所以我现在能称 我当然是尽量称 可是它到底要不要降 我觉得还是一定会降的 那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 我们这时候要注意到 我们先把美国大选的时间抓出来 是不是11月5号 所以如果美国真的要降息 绝对不会等选后 一定会选前 为什么 我要创造选举行情 你如果从选举日 11月5号往前推 一共还有五次的利率会议 好 那三月份大家都知道 绝对不可能 那比较有可能就从5月开始算起了 是 好 可是5月目前看起来 基本上也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联储会已经连两次都跟你说 我不会照早降息 可是你说会不会在6月以后 可是你想 6月以后剩下什么时候 6月7月9月就剩3次 好 那就对应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会降多少 目前市场预估 几乎就是不是3次就是4次 那问题是 如果我们就以下限降3次来说好了 你有可能一次利率会议就降3码吗 基本上是不可能 如果你一次利率会议就降3码 我跟你讲 股市就串在蛋 因为你那是大利空 经济不好 我才要一次降这么多 所以最有可能 我真的就是一次一次降 那整个怎么推 不就在告诉你 你选前往前推3次 不就是6月份 所以整个从数据上来看 从整个选举政治考量来看 6月份确实是最有可能 6月降息的可能性是高的 是的 那我第二个问题要问 那6月降息 如果真的有可能在6月降的话 那降息前降息后 股市会怎么做反应 那我们要先看一件事情 那到底联准会是真的要降 还是不会降 所以他在降息前还会有一个动作 一定要先做 就是他在缩表的动作 一定要先停 为什么 因为缩表是一个紧缩 那你降息是一个宽松 两个是抵触的 所以你一定先停止缩表 所以你看我们先抓联准会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来看 大家特别看到最右边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他已经是平的了 在前面都是一直往下 在一直往下 就是他一直在做缩表的动作 也就是我一直把我以前 QE的时候 买进来的资产丢出去 所以我资产负债表往下 可是你看到2月份以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图表 右下角的地方 连续两次是平的 也就是说 他目前看起来 真的停止在缩表了 那不就是有可能降息的前兆吗 好 那对应到说 刚刚阿关问到的 那在降息前 你到底这个股市会涨会 就是股市到底会反映降息 放水到市场的资金充沛 还是反映背后隐藏的经济危机 好 那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个数据 我们先从债券来看 因为债券对市场是最敏感的 比较敏感 对 好 所以你看 就在昨天 美国财政部再一次去 批售他的20年期的公债 结果居然这个价格 应该说殖利率是三个月以来的最高 那比前一次还要高 那没有话说 可是居然比原本市场预期的这个殖利率 还要高了3.3个BP 大家不要小看这3.3个BP 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最大的一次误差 也就是说我市场预期殖利率会更高 是理所当然 可是没想到居然高这么多 那就市场面来说 大家可能是觉得说 你这个殖利率都越来越高 是不是大家就反映说 你就不降息了 所以你对应到昨天的美股 是不是相对就弱势了 因为殖利率高 回到我们以前就在讨论 尤其以前殖利率来到4点多 5点多的时候 大家说殖利率高 那大家就会去买股嘛 所以如果今天殖利率 还在持续攀高的话 大家真的就要去担心股市的问题了 所以昨天不只是20年期 包含了10年期跟30年期 也就是说残债的部分基本上殖利率都创了三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好 那再来还有就是 你到底要不要降息 股市到底会不会涨 跟经济有关嘛 还是跟经济有关系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个叫做领先 经济的领先指标 这个数字大家就要小心了 居然连续23个月下滑 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是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 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看起来的数字好像都不错 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都不错 可是领先指标却一路在下滑 那领先指标的意思就是什么 大家对未来的预期 所以这其实来告诉你 大家对未来预期是低的 好 所以回到那到底通膨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或者说会不会降息 那CPI跟PPI就是指标了 大家看到图的右上角 PPI跟CPI其实现在两个居然已经差开 而且这个差距来越大 也就是说其实PPI其实有在下来 PPI是黄色的线对不对 对 所以红色的线呢有下滑 黄色的线有下滑 但是黄色下滑的更明显 对也就是说PPI其实现在低到 以月份来说其实是0.9 那也就是说我其实就PPI 因为PPI是CPI的领先指标 那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通膨的压力 那你有什么道理 你还要再升息 所以我们刚刚说升息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商务师讲的话别理他 对那要不要降息 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从经济数据来看 确实是真的是偏高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还蛮有趣的指标 就是现在居然很多投资人跑去买农地 买农地啊 你想什么情况你会去买农地 从经济数据来看 确实是真的是偏高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还蛮有趣的指标 就是现在居然很多投资人跑去买农地 买农地啊 你想什么情况你会去买农地 投资机构去年持有农地价值是166亿美元 比2020年呢 比2020年年底增加了一倍之多 说穿了就是有些人真的是钱太多 多到你们已经没有好的投资标的 只好去买农地 所以资金很充沛 可是这也只能告诉你说这是特定人 因为我们如果在对应看到一般的民众 我们就要去对比另外一个数 叫GDP跟GDI GDP我们很常听没有问题 那GDI指的是国民所得毛额 这两个照理说数据应该很接近 但是你看到现在这两个 你看到图的右边也岔开了 GDP是蓝色的线 GDI是红色的线 他们开始出现了喇叭的 对 照理说这两个应该是接近 那现在为什么会扩大 那我们要先了解 这两个的差距是什么 第一个叫课税 第二个就是 譬如说你每个月你拿到薪资 会比你预期的低 为什么你要课什么 劳健保这些社保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有产生差距 可是以前的差距你会发现都很小 但是现在居然扩大了 这代表的是 对 代表的是民众实际上 我的对经济的感受没有那么好 你给我GDP的数字跟你说 现在经济经济很好 可是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拿到口袋的钱 根本没有那么好 尤其去年第三季 GDI出现负成长 所以怎么看都觉得 美国还是有降息的可能性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